警方全部武装来到出租套房门口 准备攻坚 在新竹开枪打伤警察的何信嫌犯 房门一开 原警扔出震撼弹 一道闪光夹带的巨响 立刻冲进屋内搜索抓人 嫌犯完全来不及反应 光着上半身还躲进衣柜 被揪了出来 警方逮捕了何信嫌犯 8月12号凌晨 在新竹湖口因为拒绝拦查 边跑边开枪回击 打伤远警后四处躲藏 逃亡期间他枪不离声 随时上堂 还挂着假车牌到处行动 只用这个未造的车牌 然后每个地点 停留时间不到六个小时 警方追查的行中发现 他用朋友的名义 在竹南租下套房后躲藏 早上入住警方下午就破门抓人 在他身上查获改造手枪 四发子弹 海洛因 安非他命等毒品 我们就发现他穿着外套 而且手都放在口袋里面 他的枪字应该是上堂 随时可能会反击 警方表示 其实早在4月份 就曾查获何信嫌犯持有毒品 在向上追查来源时 他又在新竹开枪袭警 为了避免双方薄火引发危险 趁他入住套房 成功将人逮捕归案 TVBS新闻 谢股经理程佑张子民 苗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